我想那個回流潮引起本地的爆發 基本上應該是受到控制的 我想不只是看這些數字 其實你看回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你沒有再聽到 在譬如說我們私家醫生那裏的篩檢 或者普通科他們做一些呼吸 就是說普通的雙胸咳的病人 他們會不會沒有任何風險因素 而發現到個案 其實這段時間我們都聽不到 就是說你反映到社區傳播的情況 其實是受到控制的 限聚也好 封城 居家也好 其實不多不少是對你本地的經濟 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在這個持久戰裏 你其實如果不能夠恢復你的社會上的經濟 就是一些復工 復產 復貨這樣 你其實不能夠是持久的捱得很久 就是應該要是開始 其實就是早一點跟業界談談 究竟怎樣陸續恢復一些的產 就是說我們不同的復工復產的東西 還有就是要一個比較安全的模式下面 譬如說恢復一些的營運 酒吧停業禁令已經實施了接近一個月 不過旺角這間樓上巴仍然大無私養地開門做生意 店員雖然有幫客人貪熱 但大部份人都不理社交距離 脫下口罩 食煙聊天 酒吧外面的酒貨通道就堆滿了桌椅等等的雜物 一旦發生火警 很難逃生 尖沙咀一間樓上巴同樣出現消防隱患 門口擺了大量裝修用的天拿水和建築物料 樓上巴亦都可能淪為毒品溫床 警方由2018年至今年3月 在全港的娛樂場所包括樓上酒吧 一共破獲了46宗嚴重毒品案件 拘捕超過160人 而日前亦都倒破了尖沙咀一間涉及毒品的無牌樓上巴 拘捕了43人 有疑似執法人員來 他就馬上堅僻清野 令執法困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亦容易保障到非法勾當在上面活動 比如吸毒、反毒等等 所以我認為應當當局要改正過時和錯誤的政策 停止發出樓上酒吧牌照 很多時候在裡面有可能吸毒 有些是直接無牌 所謂樓上酒吧無牌 而在裡面有時候買假酒 受賣毒品 似乎政府都要去考慮 是否取締樓上酒吧 說到保護傘的問題 除了酒牌公署之外 在酒牌公署之前 警方那些也要寫一個報告給他 過去來說 以前會不會其實 有一些勢力 有些勢力的人士去搞 想搞這樣的樓上酒吧 有可能和政府某些機關的人 可能有一定的利益關係 食環處表示 直至上個月底 全港共有318間持有酒牌的樓上酒吧 酒牌局審批有關牌照申請時 會介入附加條件 包括更嚴格的人數限制 東網記者陳遠同步 進取豐富獎賞